大家好 我是芒芒 芒芒 你们尝试过把半个人高的母花肉放在面前烤吗 差不多把这里整个都切下来 放在火上了 一头猪身上能切出这么长的肉吗 应该可以 这么多应该是可以的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四家店在整栋楼外面是没有招牌的 看这里放了那么多广告 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要去吃的那家店 你说这道楼是死神之楼 生意特别难度 它不停地在换老板 我们今天吃的那家店叫做囤爱饭 就是猪喜欢吃饭 看来我还挺喜欢吃饭的 我现在嘴巴里的口水就像汪洋大海 建议大家先点一个板底饭的外卖 一边看一边吃 然后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这一期还是有汪食品 然后因为我们的视频制作时期需要时间 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料到 我采访一下B站顶流 你不要乱说 什么叫B站顶流指的就是独挑视频大量 81万粉 获得的差以300万的播放量 并且排名全站第六 B站顶流采访一下 请问你对王师傅怎么看 王师傅一个打路时的室友罢了 对 这家店是我们吃了那么多餐厅以来 唯一一个自带打工设备的餐厅 它用的还是那种标准的直播的时候 来打工的那种简易设备 但是跟大家说烤了一天之后 上面的油是粘的 油非常的多 比我脸上的油还多 现在来这边坐下来之后 服务员会给两个非常夸张的调料盘 说明他们是韩式烤肉 虽然我不喜欢韩国这个国家 我也不喜欢韩国人 说号IG上单一次 与韩国对有不合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韩国的食物的 对视不对人 他们这边提供了12345678 一共8种调味料 小菜也好多啊 料很足 这个理论上是免费送的 举一下可以吗 不要我一个人去 我不举 然后这边也同时提供了五盘小菜 分量还蛮多的 如果两个人来吃的话 这个分量 两个小姐姐应该就饱了 哇 它是真的好长啊 哇 这么大一块五坑肉麻 这么长 这也太长了 这他妈的比我还长 为什么王树军一直在飙好大 我赶快烤了 赶快烤了 这要怎么烤 我来帮你烤 好的 谢谢 哦 这种猪油润锅 这边烤的烤盘是会摆盘的 你看它是按照规则的摆盘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两个怎么了 没事 我应该拿三色的 还想换颜色 你跟我一样有强迫症吗 不能一起它一样 我想请问一下 这么一大块肉是适合几个人吃 正常三到四个人 两个人这也有 甚至还有一个人吃完一盘盘 一个人这个塞到胃里塞得下吧 那我今天来挑战去吃 王树军一个人把这个吃完 蛮好 那我们就别再吃了 哇 重头气 哇 它其实是一条分两条的 它是厚的这样一点 我还以为它真有这么长 我想这个猪怎么这么长 哦 香气开始出来了 这是猪油的香气 这次这样多给特写的 烤的过程才挨得开胃了 我只能说馋了的扣个1 我先扣了 哇 好香啊 哇 这一期又是看视频杀种 建议大家先点一个白鸣饭的外卖 一边看一边吃 哇 这个油渍的画面实在太他妈的 残了 太残人了 我现在嘴巴里的口水就像汪洋大喊 这整个套餐设计的相当牛皮的感觉 对啊 超级完整 你看这边还有泡菜 我的天 泡菜是烤的吗 对 这边没有出菜 泡菜烤的 哦 这个不让服务员烤 真自己烤不出这个感觉 对的 到时候放的一盘热 你再大大会 放成这样我觉得真的很关键 这也太好看了 平心而略 我现在还没吃肉 但是我觉得这个用餐的过程 它非常的有用不及 对的 因为平时在等拍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难受 让你想玩手机 但是拍手机又不能玩 今天支架店就是在等拍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有这种 视觉盛宴的感觉 对 我感觉可以剪好多 这份工作一定要有强迫症的人来做 你看他每一个剪好的 整齐的放在那边 每一个都不能外 你有没有强迫症 你平时看到杯子的一半掉在外面 是不是很难受 可以给我切一块很大的 不可以不可以 都要一样的 都要一样的 这一整块都要一样的 我就是在城市勾起它的强迫症 我不管了 这家店我无脑上跳 王师傅六万八千五百分推荐 我还没吃 太关心他人有吃现在 这里面糕给我帮忙 你看看里面还有姿势甲心 对的 还有甲心年糕 对的 还有甲心年糕 哦哦哦哦 它的姿势从中在气眼里露出来了 我虽然愿意在吃年糕 但是我的脑海中 我感觉我在嚼这块肉 哇 哇 哇 今天那个蔬菜呢 把那个放在家吃 平时也没有的是吧 没有 就是用泡菜来代替生菜 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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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自带的是吧 那我可以带块肉来吧 哈哈哈 你不是找事吗 到时候烤的 就不是他们这边的肉了 也不是猪肉了 可能那是王师傅了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没有打广告 但是我相信你们看到现在 看他烤的过程跟我一样 已经馋的不行了 实在是太馋了 这是没有打广告 但是这样一个份套餐 一共388 正好可以充一个60包 星巴克自助餐398 人家固然食材 所以这样一份套餐是一行 五花肉干杯 哇 啊好香啊 空口吃也蛮好吃的 这是加点调味 泡菜 你一定要吃吃 他这个泡菜烤完以后 巨多汁 泡菜烤完以后 他这个三平加吃腻出来的感觉太棒了 这个夹泡菜太好吃了 猪菜的这个脆脆的这种口感 还要多汁的这种感觉 和五花肉这种香香的猪油的气息 放在一起 这就你嘛 绝配 我来尝一尝他们家的汤 大酱的呢 我看到那个汤 我尝起了那些星巴默喝的那个汤 好恐怖 那个汤就是 前我们在国外的时候那种幻装的 是坑中哥酥的那个汤 我蛮喜欢喝的嘛 虽然我觉得三酒吧里面喝到这个不应该 为了让这期视频看起来不那么像广告 其实它不是广告啊 我开始说它的问题 就是前面之口非常的准 到这个阶段有点实了 太肥了 我怕肉 你说有点腻对 如果哪个探店博主跟你说烤肉吃起来一点的鼓励 它可能休闲呢 它不咬人 我知道它不咬人 但是看到这种燃起动都会有点语气 就跟你们看到我的心情一样 烤了它 烤了它我看不下去了 把它放回水缸可以吗 我们可以不烤它吗 把它烤了 不要不要了 算了 它太装逼了 我想在这里发起一个头尿 我想看弹幕有多少人敢生吃活章 敢生吃的金哥 我是你点明白 不要是敢生吃 而是生吃过的 你说你敢没有用 我今天没看到它我也说我敢 要不你吃吃你也才能 我不要 你不是敢吗 我出门我就敢 好吃 我出门我就敢 不用了 这真不用了 你一会记得多放眼言 你们想一下这个黑色的背景是宇宙 这是一个飞行器 前进酒 好 果然还是烤熟的比较平均 韩式的筷子是真的傻子 都要做成铁的来 还投不了肩 我觉得遭不住 这是我第一次吃新鲜的现烤的料理 我感觉跟平时吃的那种牛鱼吃的那种餐 完全不一样 它的每一个吃都更加柔软 它一直生活在放盐的水里 就是自带盐 你贴了任何的香味也好 还不错 我觉得这道菜喜欢吃粥 你都会相当喜欢 韩国家虽然看上去像自助烤肉店的地方 其实你觉得用户企业生那种铁板烧 就是在你面前烤的铁板烧的用户企业 我觉得这个还蛮丢的 全程是服务员帮忙烤的 自己根本没有做过什么 而且问题是他烤的过程 看起来很开心 这么多 好棒 有种大板烧的感觉 这个爱心是歪的 它不是朝着我们的 你明时就是这边泡小姑娘的吗 对了对了 朝着项头吧 朝着项头 朝着项头 尖尖朝那边 我一会儿就把它的心糟蹋了 这么多 好质死的量 在吃了那么多五花肉之后 还有一份是会有吃的炒的 好 谢谢 哇 这个真是又不齐拉满 哇 这个芝士好爽 这个饭吃起来挺好看的 我觉得刚刚的五花肉 饭泡菜很好吃吗 但是饭里放泡菜就有点太酸了 它会有没有好 顶流说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这个饭 它其实就是给你一份 碳水的满味菜 因为你如果只吃肉的话 你就觉得反正没到位 哪里没有到 最后这个饭还是天满 然后这样还有酸酸辣辣的泡菜 酸辣辣的调味 就不会让你觉得很激烈的 顶流说的对 鼓掌 好 总结一下 今天家电 其实我自己事后回想的家里 男人事后的 我是理智的 对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烤肉店水族 但是我觉得它的猪色的地方 在于哪呢 你那个吃的过程 看它烤的过程实在是太爽了 对的 就虽然它是一个 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烤盘的店 但是你所有的烤烤 全部都是服务员在你面前 是不是烤给你 是不是做问题了 这些家电我还是蛮推荐的 特别推荐那种什么 带自己朋友来四个人一起来吧 真的相当推荐 这个五花肉太好吃了 因为这一整份套餐 包括了 之前的那一个盘子里的五花肉 还有很多食物 然后两个份汤 然后再加一个这样的炒饭 上我们是单点的 大家都是包括在这个三八八套 然后可乐是单点的 我觉得三八八套餐非常实惠 我强烈推荐来吃一吃 对的四人份的套餐 然后我们发现了近两年 有很多奢侈品牌 对 纷纷出了这种月饼礼盒 我们也知道它是智商税 对 它这个礼盒不是送给你的 是出售的 但是本着做视频要有素材的角度 我们就把它们买来给大家试一下 对的 所以点赞过期万 我们给大家拆箱 这些传奇酒店的天价月饼 大家踊跃给顶楼点赞 不点顶楼生气了 你今天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酸 我哪里酸 不是我就很奇怪 我在直播的时候说它顶楼 大家都觉得我是在酸 我是发自内心的为顶楼而高兴啊 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就在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投币转发收藏 还有关注王师傅和小妈妈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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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